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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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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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日军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 眼前的一幕让在场的日军惊呆了 杨敬宇位子里除了尚未消化的草根棉絮 一个米粒都没有 日本人大为震惊 钦佩这位死后腹中只有草根的英雄 于是按日本习俗为杨敬宇举行了卫灵计 杨敬宇位抗日儿子死得清清白白 而赵上智牺牲之前尚有一些谜团需要揭开 日卫军大兵压境 抗连进入最艰苦的岁月 在大雪纷飞的深山老林里 抗连将士渴了抓拔血 饿了啃草根 最后连战王都吃光了 据说有女战士生了孩子 一狠心将孩子捂死在强暴之中 日军以巨款悬赏缉拿赵上智 叫喊一钱骨头一钱筋 一两肉得一两银 但日本人发现 头号匪首赵上智突然间人间蒸发了 他去哪了呢 当时的抗日将领中不少人受到路线斗争的株连 赵上智突然消失 传言是遭到了清洗 一时间东北抗日联军群龙无首处处受敌 抗日根据地不久就丧失殆尽 曾经威名远扬的东北抗日联军从此一蹶不振 蒙上不白之冤被囚禁苏联的赵上智 后来得到了平反招训 但是在他回国战斗的第二年 就死于自己人从背后打来的黑枪 凶残的日伪军错误路线影响 以及自己人背后黑枪 使得抗连几近全军覆没 剩余残部一部分被编入苏联远东红军 参加苏联红军对日作战 大多牺牲在战场 后来幸存者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 导致抗连衰亡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怕强大的对手就怕使坏的队友 内讧也告密毁了抗日 杨静于哪里知道 竟有四个汉奸将他出卖给了日伪军 赵上智临死前才知道 他回国所待的五人中就有两人是汉奸 南洋北赵竟死于自己人手中 连日本人都不敢相信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在民族威王之际 抗连的英雄们 特别是那些英勇不屈的女人们 抛肤蛇子的川妹子赵姨曼 投江迅锅的八位英丽 主义了临海血缘民族魂 祖国是母亲 黑土地是亲亲的嫂子 嫂子借你一顿大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